今天我們要講一集就有關於如何讓你的家變得更大 第一點就是延伸廚房的櫥櫃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那種櫥櫃呢 它到天花板中間都會有大概一尺到兩尺的距離 那這是因為當初在設計櫥櫃的時候 它要節省這個預算 但其實我們現在只要想要延伸櫥櫃到頂的時候 你會發現整個視覺上整個房子會變大 而且感覺那個高度也會變高 第二點是加高加寬那種窗簾的部分 你會發現很多房子老房子它的窗簾設計 它就是把窗戶跟天花板中間這個距離它是流空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把視覺上延伸變高的方式 就是把窗簾做到頂 那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也很popular叫做Ripperfall 所以它就可以讓整個視覺上呢就加高非常多 而且可以做到一些有效的延伸 第三點呢 真是我們可以利用深色的牆色呢 來做這種視覺放大的效果 那你可以選一面牆 然後做這個主色深色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做一個那種壁爐牆的部分 你可以用深色的大理石啊 又或有花紋的大理石 讓你那種視覺延伸 然後又也可以延長 那它有一種放大的效果 以上三點呢 就是可以讓你的家看起來更大 希望對大家來說是有用的tips OK 下期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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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